而且如果真的是这样 我觉得啊 最介意这件事情的人 也不应该是您 应该是依依的男朋友 你觉得吗 我不介意了 那么不知道嘛 有个知道的话 这种介意嘛 好 那这样 今天男朋友也在我们现场 我们去连线一下他 我们听听看男朋友 怎么看待依依 怎么看待依依跟别的男生的这种 在我们看来很正常的交往 好不好 好不好 好啊 好 来 我们请导播帮我们连线一下 依依的男朋友 喂 喂 喂 爱您好 喂 您好 请问我应该怎么称呼你 林先生 林先生啊 你跟依依交往多久了 半年了 半年啊 刚才啊 依依的爸爸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 他比较不能接受 比如依依在跟你谈恋爱的期间 还跟别的男同学 有一些其他的来往 你介意吗 你知不知道这些事 这我知道 他都有跟我说过 你不介意吗 他之前如果去旅游的话都会跟我说了 而且他 跟他去旅游的人我都认识了 你很放心他 嗯 对 或者说你很信任他 嗯 对 他玩得开心 你也会觉得高兴 嗯 何先生 刚才这个依依的男朋友表态了 他觉得 这个很正常 我是说以后 举你这方面的 呃 呃 行为 他男朋友都不介意 你干嘛老介意这事啊 他跟同学一块聊聊天 结伴出去旅旅游 男朋友都觉得没什么 你还老拿这个事说的 你说他能愿意听吗 能愿意跟您沟通吗 这是他妈 你问他 哈哈 这个就是你 现在乎的吧 你现在乎的跟我说的吧 嗯 然后我 我老婆 呃 跟我女儿说 我女儿就 反弹 对我对我老婆发好他的脾气 嗯 现在反而 和妈妈的关系 因为他两个 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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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看看他两个现在一起 围攻在这边 我知道 本来是 你女儿对你老婆不好 对 结果现在他俩这样一条边 把你自己靠在这边了 是吧 对 心里觉得特委屈 挺难受的 你觉得你孩子气吗 我孩子气 你这是跟我撒娇的吗 哈哈 搞得我还挺不好意思的 呃 刚 呃 他妈妈也 现在也针对我了 看吧 对对对对我 对对对 他没有针对你 你说 我我又还单 呃 两个女 实际上是不是 这这这这这这 这呃 呃 刚好了 我得我得打断你一下 你这个 你这个爹当的呀 有点问题 你今天是干嘛来的呢 就是说你看 你来呢 先说是我跟我女儿有问题 然后呢 让我们来帮帮忙 我们认认真真 尽心尽力的给你帮忙 然后 后来发现你跟女儿沟通 其实今天这个起点挺好 你说原来从来不沟通 哎 今天沟通了挺好 而且其实你的很多表现的话 你没注意 我都看到了 女儿在笑 女儿发自内心 是很很高兴的 小的觉得父亲 其实有的时候挺可爱的 哎 我们刚觉得父女之间 好像好一点了 哎 然后你又开始觉得 哎 那其实他跟他妈妈是有问题的 不是 你是你是过来 是想让你们一家人好一点 还是你过来挑事来了 我怎么觉得你那么怕 着你们家人不停地出事呢 不是不是 老师 听我说啊 我觉得 今天今天你这么老是在那 我想把这个问题 呃 好多问题解决是吧 我女儿真的好冷漠 我打个礼拜给你听 你你听我说一句啊 只只只只给你一个机会啊 你就举一个你女儿冷漠的机会 我举个例子啊 好你举一个啊 去年 我们被那个骗子骗了25万 对对 可能你们这些人可能无所谓啊 对我们呢 在打过来说 对我们也很有所谓啊 我所谓我所谓 嗯 这是多大的垃圾 特别是他妈一个女人 那像实情都有了 然后我们是6月4号的骗子跑的 对 嗯 7月1号的房价 房价以后 你问他干嘛去了